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22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出席了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的开幕式 开幕式上 习近平主席参观了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果图片展 并观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生汇报演出 学生们用中文演唱的感恩的心朗诵的念奴交追思交易录博得现场阵阵掌声 他赞扬了孩子们中文小学生唱中文歌 大学生朗诵中文诗歌 那么习主席都给予肯定和赞扬 也非常幽默地说 比如就说大学生的诗歌朗诵得非常好 中文也说得非常好 可能比我们好多一起来的中国人说的还标准 接受采访的这位女士名叫朱晓明 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孔子学院的副院长 他告诉我们 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来 孔子学院的师生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节目也是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为习主席表演完节目之后 师生们又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致词 在这个习主席的讲话中呢 他肯定了我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工作 这一点令我们非常欣慰 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包括我在内的 还有很多在场的大学校长 以及孔子课堂所在的学校的中学校长 都感到受到服务 朱晓明是英国第一个 拿到英国教师资格证的华人教师 有十多年教中文的经验 可以说他亲眼见证了汉语教学在英国的发展 他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英国很少有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汉语教师也很少 更别提正规的汉语教材了 可是现在情况完全转变 英国已经建立起二十九所孔子学院和一百二十六个孔子课堂 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超过了五百所 数量排在欧洲的首位 而且二零一四年 英国政府规定汉语作为小学外语课程的必修课之一 朱晓明觉得这些汉语在海外推广的过程当中 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 朱晓明介绍说 现在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努力推动英国的年轻一代 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相信随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发展 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英国人会越来越多 目光转向伊拉克 画面上的这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名叫李学良 是伊拉克中国动车组东电公司的员工 在伊拉克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 很多同事都说 李学良哪都好 就是有点怕媳妇 跟媳妇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时间告诉他 我今天做完工作回来了 今天是平安的 告诉他巴格达当时有风险 但是还好 我们也尽量减少出行 出行的时候业组也会派静静保护我们 然后我们的安全是受到保护的 其实怕媳妇只是一个玩笑了 李学良是去年六月份在新婚第十天的时候 临危受命来到伊拉克的 而他刚来到不久 就赶上了伊拉克极端武装组织发动暴乱 巴格达情况十分危险 我个人当时遇到最危急的事 其实是8月11号 当时伊拉克已经选出新总理了 但是前总理马雷基拒绝下台当时 然后派兵把律区围了 有点政变的意思 但是这个心情就很纠结了 一方面 我需要在当天中午12点之前 把这个文件交到业主那里 另一方面 当时又很堵车 平常半个小时路大概走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冒了一下血 把这个事情办完了 虽然工作环境危机四伏 但是李学良和整个团队还是坚持了下来 因为他们说 不想进行到一半的工作半途而废 因为整个国家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当中 需要一些正面的东西 来提高提振大家的信心 而我们这个动车组 偏偏在这个时候 如果停摆的话 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当时也很纠结 一方面是我们自身人员的安全 另一方面是整个项目 包括项目的进展 包括业主方面的伊拉克民众的一些期待 正是因为李学良他们的执着与坚持 现在已经有十几辆来自中国的动车 每天飞奔在伊拉克的铁轨上 给伊拉克的民众带来舒适与便利 曝光聚焦美国 最近一段时间 一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月份牌 因为浓烈的怀旧复古风情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 其中一张烟草公司的月份牌显得非常特别 因为上面画的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飞行员 而这位女飞行员却有其人 她叫张瑞芬 就是这张照片上的这位老奶奶 她在91岁高龄的时候 还能自己一个人驾驶飞机 飞行近半个小时 张瑞芬是中国近代航空史上杰出的女飞行家 在她的身上有三个第一 第一个 在美国获得私人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 中国第一个特技女飞行员 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飞跃大西洋的女飞行员 那么张瑞芬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么多第一呢 首先她在飞行方面非常的有天赋 1931年 她报考美国林肯航空学校 成为了这所著名航空学校唯一的一名女生 而这时的她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了 在老师的严格训练之下 张瑞芬竟然只学习了12个小时 就可以自己简单的飞行 并且可以缓缓着陆 而且张瑞芬她有着一股不服输的性格 不仅如此 张瑞芬还非常的勤奋 从航空学校毕业以后 她继续跟着陆军飞行专家 学习各种特技飞行 像打圈俯冲等等 1937年7月7日 中国爆发卢沟桥事变 远在美国的张瑞芬也是心急如焚 她想自己在美国学了这一身的本领 为什么不回国开航空学校 为抗战培养更多的飞行员呢 于是她开着飞机飞遍了所有美国华人聚集的城市 到处宣传航空救国 最后她用募捐到的钱买了一架训练飞机 为办航校做准备 可惜事已愿违 飞机被送到洛杉矶之后 因为一位学员试飞时操作不当 当场击毁人亡 回国办航空学校的愿望也就落空了 而这也成为了张瑞芬一辈子的遗憾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 张瑞芬不得不转航经营起了花店 告别了蓝天 不过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会让女儿陪着她去飞机场 隔着铁丝网 看一看那些在蓝天上翱翔的飞机 2003年 98岁的张瑞芬 因病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 留下了一段航空女节的传奇故事 目光展向意大利 这是最近在意大利很火的一档真人秀节目 中国制造的意大利人 节目记录了六位在意大利的华裔二代 回到中国寻根的故事 这个女孩名叫弗朗西斯卡 在她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就被一对意大利父亲收养 你看 跟着这个意大利家庭长大的她 除了有着华人的样子 但是她的行为习惯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意大利人 弗朗西斯卡说 虽然养父母和自己都把自己当意大利人 但实际上 还是有很多人向她询问有关中国的事情 这也让弗朗西斯卡感到很困惑 其他五位年轻人 亚历克斯陈 固奇亚 江小 康尼 亚历山德罗 都同弗朗西斯卡一样 都是对自己身份认同模糊的华裔年轻人 他们在一起参加中国制造的意大利人之后 都更加对自己的双重身份 有了新的认识 弗朗西斯卡觉得 中国并不像她以前感觉的那样陌生了 也或多或少了解了一点 自己这张东邦面孔背后的含义 这个节目在意大利华人圈中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其实这六个年轻人代表了大部分 意大利的华裔移民二代 他们身上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 就是从小受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影响 缺少对祖籍国的认同感 但是在这档节目当中 通过跟随六位主人公寻根的脚步 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华人意识到 虽然生活在意大利 自己的身上留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液 目光聚焦加拿大 画面中这个正在发表着激情演讲的人名叫弹庚 2015年加拿大联邦大选当中 在总计338个国会议员席次中 弹庚成为首位 有着中国大陆华人移民背景的国会议员 开创了历史 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 弹庚是一个通过技术移民留在加拿大的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是怎么成为首位华人移民的国会议员呢 早在1988年 弹庚还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 就作为多伦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参加过许多华人社区的社会活动 积极组织华人春晚 邀请金剧团为华裔老人演出 举办大型公益讲座 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他也没有停下为华人社区服务的脚步 弹庚说 在华人社区服务的经历告诉他 华人在加拿大的政治领域缺少自己的声音 为了为加拿大华人争取更多的权益 谭庚从去年开始准备议员竞选 成功当选之后 谭庚说 他还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参与到加拿大的政治中来 视线转向美国 我们来看画面右边的这位华裔女士 名叫艾普若黄 您别看他身材娇小 但是他从事的工作 可是一点都不柔弱 什么工作呢 你仔细看 这上面有一排英文的华人 翻译过来是洛杉矶地区犯罪实验室 告诉您 艾普若黄就是在这里工作了近十年的枪弹鉴别专家 这张照片 他正在给人们讲解如何鉴别留在车身上的弹孔 那这项工作有什么用呢 在洛杉矶各社区发生的谋杀案当中 作案凶器大多是各种枪支 艾普若黄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案件确定犯罪嫌疑人 使用的枪支型号 测定当时的开枪距离 还要找到是哪颗子弹击中了受害人 为整个案件提供政绩支持 艾普若说他几乎每天都要开几枪 你看 这就是他们枪弹甄别科枪支参考室的一角 房间里收藏着五千五百多种枪支 种类是五花八门 艾普若说有时候自己拿着大口径枪支工作 也挺费力的 但是没办法 不管大小 他都得熟练使用 并且记录各种弹道数据 从2006年开始 艾普若黄已经在洛杉矶县警局 做枪弹间谍专家 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枪迷 但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艾普若黄是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 虽然他现在不会说中文了 但是他说他一直记得 他的祖父来自中国的广东台山 他是一名华裔 目光聚焦香港 我们来看 这里是新界的沙岭香港警犬队总部 您看到的是五支三个月大的小拉布拉多 他们的妈妈已经休完产假去执行任务了 而他们也在为未来成为优秀的警犬而努力着 现在他们正在接受一些学前训练 比如说穿越障碍物 听音乐 听模拟飞机的声音 那这些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有待的警犬能够在一个体能上 心理上有一个好的准备 而是去接受一个正式的训练 几个月的学前训练完成之后 幼犬们在一岁左右就开始接受大约16周的正式训练 比如说搜暴 扑咬 还有跳火圈训练等等 训练完成后他们就开始正式工作 他们能够执行各种任务 什么巡逻 搜索爆炸物 反恐追击歹徒等等 都是不在话下 那么他们的工作年限是多长时间呢 告诉您 八年 而狗狗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岁 可以说这些警犬们将一生都献给了香港市民 您现在在画面里看到的是一座墓碑 这是沙岭警犬队总部为警犬们设立的 来安葬那些在职期间去世或者意外死亡的警犬 而那些退役的警犬 有一些会被他的搭档林犬员收养 还有一些会被热心的市民收养 一样天年 不光聚焦西奔雅 最近在西班牙马德里开食品店的一位华人张先生 很郁闷 发生了什么事呢 张先生十二岁的儿子正在放假 为了同时能够照顾孩子和生意 张先生呢 就每天把儿子带到食品店里 让他坐在柜台前写作业 有一天张先生他有点内疾 准备出门上厕所 在以前张先生出门 肯定是要锁上店门 不过想到自己的儿子都在店里 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谁知道 张先生前脚出门 后脚就进来两个西班牙的小孩 这两个小孩一看店里没有大人 就偷拿了一些商品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看到这种情景 正在柜台写作业的张先生的儿子 就赶紧追了出去 在追赶当中 他就抓住了其中的一个小孩 张先生看到儿子抓到偷东西的小孩 本来挺高兴的 但是没有想到 之后他非但没有得到赔偿 却收到了来自法院的船票 说他非法雇佣同工 也就是雇佣他自己的儿子来看门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案例 在海外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在此我们也呼吁各位家长 入乡随俗 尽量少将孩子带到自己工作的场所 避免雇佣同工的嫌疑 目光即将澳大利亚 我们来看 这里是前不久在新尼海的公园举办的面条夜市活动 各类美食在这里展出售卖 这里面有一家华人开的刀销面店很特别 怎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店的面呢 不是靠人力销出来的 而是靠这台机器人销出来的 据说它的速度比人要快好几倍 那么机器人销的与普通人销的面有什么不同吗 吃起来比较 口感比较一致 然后比较薄 要嚼劲 对 感觉还不错 据了解 新年面条夜市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 摊位贩卖的主要都是亚洲美食 而今年的面条夜市 摊位有五十多个 除了种类丰富的面食之外 还展示了像西瓜蛋糕这样新颖的创意美食 再来聚焦南非 10月18日上午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接到华人报案 报案人说 自己的仓库被偷了 丢失了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货品 通过两天的调查 警方抓获三名埃塞俄比亚籍的犯罪嫌疑人 追回了部分被盗的物品 据了解 随着南非的市场越来越大 来南非做生意的各国商人背景也是越来越复杂 而其中就有使用非法手段 对华人财产做出侵占的不法上任 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开普敦总领馆 提醒当地华商加强安全防范 采取切实措施保护人身与财产安全 遇到突发事件 要冷静应对 确保自己及家人生命安全 并且及时报警 曝光聚焦俄罗斯 我们来看 画面中这些美丽的模特 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中式的旗袍 你仔细看 他们这可都是外国模特 那这是什么活动呢 告诉你 这其实是在莫斯科举办的 2016俄罗斯春夏时装周的模特选拔现场 与往届时装周不同的是 今年来自中国的服装企业亮相了时装周的开幕式 展现了浓浓的中国元素 据了解 俄罗斯当地一共有200多名职业模特 参加了华服秀的面试 你看 一件件华服穿在美丽的俄罗斯姑娘身上 是不是还别有一番滋味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 尼日利亚 前段时间 一位中国公民在尼日利亚拉克斯国际机场 携带犀牛角出境时 被机场海关当场查获和积压 驻拉克斯总领馆提醒侨胞 一定要自觉遵守临日利亚海关有关规定 出境时 不要携带宾威野生动物制品 如大象 犀牛 鳄鱼 蜥蜴制品 古董 生皮革 原木 及未经加工的乳胶胶块等等 目光转向秘鲁 在秘鲁 很多当地人见到华人 都会称他们是老乡 这是因为 秘鲁人觉得 华人和他们在长相上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从这点上可见 华人和秘鲁人 有意是非同一般 前不久 为庆祝华人抵达秘鲁 166周年 当地人和华人们 在卡亚俄港 举行了纪念活动 您看 精彩的 舞龙舞狮表演 还有秘鲁人和华人 一起演唱的歌曲 据了解 1849年10月 首批75名华工抵达秘鲁 正式开启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历史 目前有华裔血统的秘鲁人 有300多万 占秘鲁人总数的十分之一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我们来看 画面中的这个女孩 她叫田嘉欣 有一天她在家中 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正是这张纸条 让她走上了音乐的巅峰 这是一段怎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先去国家大剧院 听一场她的钢琴演奏会 2015年9月5日 离田嘉欣的用指尖舞动中国之梦 钢琴独奏音乐会开场 还有八个小时 国家大剧院小剧场 田嘉欣投入了最后紧张的练习 田嘉欣正在弹奏的这首曲目 是贝多芬的S强调奏音曲 这是她所有作品中 最拿手最凸显技术的一个 对于音乐 田嘉欣总是能赋予他们别一样的感情 音乐这个东西它是非常抽象 而且一定要弹出自己的特色 就如同这个一样 每个人可能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都会不一样 但是说只有我弹完了 我会让大家记住 这是我的版本 田嘉欣今年29岁 学习钢琴已经有26年时间了 这天的演出是她第六次 在国家大剧院演奏 晚上七点半 她的钢琴独奏音乐会 正式奏响了 除了贝多芬 莫扎特 李斯特等人的经典曲目 她还表演了 《中国之梦》和 《善丹丹花开红艳艳》两首中国作品 音乐会取得了成功 下台后 她与老师们紧紧抱在一起 田嘉欣成长在一个音乐世界上 是总政歌剧团的作曲家和歌唱家 她从三岁时开始学琴 24岁到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 钢琴演奏专业 攻读硕士 现在田嘉欣已经是美国音乐界 冉冉升起了一颗心星 美国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 是全世界音乐家梦寐以求的地方 2013年和2015年 她都在这里举办过 钢琴个人专场演奏 我老师之前就嘱咐我 说嘉欣从你坐在那开始 两心别急着谈 看看四周感受一下 然后记住所有死了的 活着的大师都在这演过 然后你要被她说一看 我觉得挺甚的 但是当你真正坐在那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种神圣感 真的是你作为一个观众 无法感受到 说起田嘉欣与卡内基音乐厅的结缘 其实还源于一颗巧合 2012年 她还是一个刚刚从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的大二研究生 四处申请在音乐厅演出的机会 有一次 她邀请一位音乐制作人来听她的音乐会 却整个邀请都不来参加 就在她当天进行表演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她就告诉她 她自己伸出手 跟我说 你好 我是谁谁谁 那你对我还有印象吗 她一说完了我就傻了 我心想的话你不是不来吗 怎么又来了 她说其实今天这场音乐会 对于我来讲非常关键 因为我了解了你现场的状态 她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定下 明年在卡内基的这个演出的印象 就这样 贤家心直接被推荐到卡内基进行表演 那天 她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结识到的法国大师 著名指挥家 钢琴家 菲利普昂特勒蒙 还特意去听了她的演奏 刚刚之后后来 没想到 她就从最后一盘走上前 走上舞台 然后高高的举起了我的双手 然后呢 给了我一个拥抱 然后跟所有的观众 是我的拥抱上 所以那个 也这样让我特别的受传落筋 会觉得那个瞬间太美好了 因为第一次演出的 反响热烈 卡内基音乐厅 直接与天嘉欣签署了 两年后在卡内基主题演奏的合同 美国主流媒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福克斯舞对此十分关注 天嘉欣还成为了登上纽约游报名人榜的第一位中国女钢琴家 尽管获得了美国音乐界的认可 天嘉欣却还是最享受一个北京普通女孩的生活 每次回到家 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父母包的萝卜馅大饺子 当年为了供她到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读书 这个家庭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迟到有一天我看着一张纸 其实就是个借条 就上面写着我妈妈的名字 我倒是演的就像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事 为了出这个国要负担这么重 然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就要这么走吗 就走完之后 我这个肩上背着 如果我没有走出来 我将来我要背负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埋怨啊 或者说自己心里的一种愧疚啊 都会领面而上 那么在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读书 天嘉欣到底如何 才能回报自己的这张纸条呢 说是一个人 钢琴这块都有六个小时 实际上真的订不了那么多 上一时间就得自己抓空啊 我就白天新练 练完了等上课正常上 中午人间吃饭 我在练 练完了 等到下午再上课 晚上吃饭的时候再练 练完了 哎 到晚上十一点半吧 差不多 回到家里 才吃这一顿主餐 那就是煮瓜面 然后再加几片菜叶子 就是包括我老师都会问我 你要不要这么拼 他说你这个没有必要 他身体垮了 什么都完了 但那会我就真的有一次 他跟我那么谈完了 我也很着急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吃不少 如果我今年再拿不到奖学节 我说有可能明天 明天你就见不着我了 不规律的生活 疯狂的练习 田嘉欣一直以来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这让他的技术迅速提升 也让他的身材悄悄发生起变化 嗯 也值 您为什么呢 我觉得最起码我拼出来了 田嘉欣说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走的一条道路 既然选择了 他就不会后悔 入学第二年 他顺利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 毕业时还获得了曼萨域音乐学院 当情的最高荣誉鲍尔奖 他相信 有了这些痛苦的魔力 他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也会对梦想更加坚实 一月收看 在线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了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会